大家好 我是斌主播 刚刚呢 打完了疫苗 还挺快的 我约的是十点半的疫苗 现在是十点五十九分 二十九分钟就出来了 那么我打疫苗的地方呢 就是我面前正对着的这个 这个楼 所以呢 现在呢 我来说一下打疫苗整体的过程吧 因为有很多朋友不太清楚 斌主播呢 是在温哥华北温打的疫苗 这儿呢是一个医院 然后呢医院后边的一个礼堂 首先呢是要有一个这个 预约的一个二维码 然后呢他告诉你有哪几步 然后呢还有一个预约的信 这预约的信呢 他说你要打出来 要带着这个信 那么还有呢就是 你在预约的时候呢 他会给你两个号码吧 一个是你的社会医疗号码 还有一个你的预约号 大家可以看到 进去之后呢 他先核对你这个号码 然后从他的系统里呢 调到你的信息 然后呢你要带一个有照片的证件 这个证件呢 比如说驾照啊 或者你的护照啊 或者你的 就是身份证啊都可以 当然是当地的身份证 然后呢就会核对员之后呢 就会去排队 应该有20个左右注射的 这个席位再给大家注射 速度很快 几乎就不会排很长时间的队 那么我去的时候呢 核对信息的时候 前面有20多个人 核对完信息之后呢 我前面只有一个人 等了也有两三分钟 然后就排到我了 排到我之后呢 他会给一份 这个打疫苗的这个 说明 比如说你打完疫苗之后会怎么样 比如说你会疼痛啊 会腌下淋巴结肿胀啊 会着头疼啊等等 他会跟你说一下这个 各种文字都有 我要了一份中文的 然后呢 他还告诉你打完疫苗之后 要怎么样 他仍然要保持距离 仍然要清洁双手 仍然要戴口罩 仍然要遵守公共场合的各种的 就是要求吧 然后呢 你要打第二种疫苗的时候呢 要登这个网站 同样也需要预约 刚才打疫苗的注射的这个 医务人员也告诉我 说大概是在四个月左右 也就是说 四四十六周吧 差不多 那么打完疫苗呢 他有一个休息区 这个休息区呢 呃 有很多椅子 呃 大家呢 就坐在椅子上 这时候呢 你坐那不到五分钟吧 三两分钟 工作人员就来了 来了之后呢 他会问你怎么样 感觉好不好啊 然后呢 他会发你一个这个东西 这是好像是一个sticker吧 一个不干交贴 然后呢 是不是将来可以能 坐飞机或者是什么 不知道 然后呢 我们在打疫苗核定信息之后呢 他会给你一个这张卡 那这张卡呢 呃 全程是需要这张卡的 他需要这张卡来 比如说核定信息啊 你出门休息15分钟之后 没有感觉他要看你这张卡 然后呢 就完事了 很快 总共半个小时就解决问题 嗯 第二阵的预约呢 不知道到什么时候 因为 可能他们说 有的说四个月 有的说 怎么样 但是我相信 呃 随着生产能力的提高 随着 呃 BC省以及加拿大 接种的人数的越来越多 这个全民免疫的这种 程度的出现 那么第二阵呢 应该很快吧 应该 我们第一阵打的是辉瑞的疫苗 呃 第二阵也会选择辉瑞吧 因为目前能看到辉瑞所有的数据 应该是所有疫苗里边表现都非常优异的 好了 今天打针的介绍就到这里吧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下期视频再见 下期视频再见